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繼續我們的殺戮尖塔MOD 那我上一次其實也有稍微去解鎖一下東西 但是我發覺到 有到了解鎖那個畫面 但是不會跳出任何的東西 我在想可能有解鎖到 但是因為它跟一般的版本不大一樣 所以不會顯示出到底你拿到了什麼樣的新的東西 所以說我也不是很確定到底有新增什麼 不過這樣也沒關係啦 我們就從遊戲中直接去發現好了 那我們就起承吧,GO! 一點生命 我看一下喔 我發現到啊 之前不是說這個在冒火的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好像是 精英怪的血有上升 但是如果你順利打贏的話可以拿到兩個遺物喔 所以說打左邊這個其實還蠻划算的,說真的 然後我想去商店逛一下 所以我們走這條好了 然後這些都是以前拿過的牌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拿到不同的牌好了 泳唱神秘光線和射月 恩... 神秘光線其實很好用耶 不是光線 那寫光線你就是念光線 光線基本上就是你不用花費任何的能量 然後就可以 對敵人造成隨機的傷害喔 拿這張好了 來商店 好牌 好牌 非定向 然後星光颱風什麼 對所有敵人造成本場戰場中 打出零消耗的牌兩倍的傷害 這有點難用耶 然後 奧爾特怎麼看不到看不到 那個手指 奧爾特雲 過了四層的多層護甲 這很好用耶 保留 然後這個是格擋 買這個 還可以再買一個 恩...那就升級牌好了 升級牌其實有點像鐵衛士之前那張 好像叫武裝吧 也是很好用的牌喔 有機會到 100多錢 不要 然後走左邊這條 奧爾蟲 新牌 新牌 流星共鳴超難用 超難用的耶 你一直消耗手牌然後就一直拿到流星共鳴 然後也不過9點傷害而已就要消耗你的牌 這個 這個不是很好用喔 然後勇唱包子炸彈還蠻有趣的但是 好像沒什麼需要耶 先拿兩張勇唱好了 獲得金 從向 OK傷害 先打第四菁英 你一滴血而已吧 YES 讚 一滴血簡單 小寶箱 獲得30點的金幣 好來 超級仙鷹座 等一下我覺得我今天講話超快的耶 看到A然後唸B明明就有鷹仙座 仙鷹座是什麼啊 無法打出收到這張牌的時候獲得能量 這張牌被消耗的時候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6點傷害 微妙 龍與星造成14點傷害本場戰場中每消耗一張牌 此牌增加1 怎麼又是神秘光束啊 不然再拿一張神秘光束好了 拿三張會不會後悔啊 啊啊啊啊 不錯不錯不錯 啊而且我沒說掛到東西都跑出來了 奧爾特雲先用攻擊牌 印象 OKOK 輕一點輕一點 14點傷害蓄力用 攻擊牌技能牌 OK 再一層蓄力就有兩倍傷害喔 所以要仔細挑一下你的攻擊牌 以防說這個先丟神秘嘛對不對 8 24 24不錯 YES 很好很好 86 OK 等一下喔 毒毒特量用掉好了一點用都沒有 去吧 順順利利 融火之彈 這個不錯 然後有沒有新牌又是流星共鳴 這絕對不要拿喔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試試看這個灼傷的牌耶 灼傷 其實有一個很像灼傷流喔 就是你消耗灼傷牌然後能夠增加你的攻擊力 這個有一點點好奇耶 虛弱9點 其實所有人耶 所有人的話倒是可以考慮喔 不然拿重力一擊好了 來囉來囉你看 有沒有 最大生命加10 所以我之前在打的時候沒有發現到 原來是敵人的體力上 上限會上升 然後打贏的話能夠拿到兩個遺物 一開始的話先用泳唱好了 然後 要留哪一張咧 留重力和防禦好了 然後先丟一下重力 是2點傷害三層屈弱 但是他沒有那個人工 人工製品超煩的 奧爾特雲可以先用 神秘光束也先用一下好了 打前面這一隻 先打中間這一隻看不會打死 喔 救急花火的關係喔 能過一次打死都是意料之外啦 先防禦一下吧 救急花火我一直想用看看 但是他的耗能實在是太高了喔 我還不知道要怎麼用會比較好 泳唱 然後神秘光束和簡易花火 神秘光束 妖精靜滅 所有敵人6我先丟好了 三十五滴血 神秘光束 呃 你看喔 給大家看一下這張牌 丟了嘛對不對 然後消耗一張牌 欸 消耗一張牌 然後再丟出來 然後再消耗一張牌 就是不斷的這樣循環喔 如果一開始就拿到那張牌的話 你的手牌很快就消耗掉 後來會很難打 呃 骨茶巨套裝 錯 綠寶石鑰匙 這個還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欸 有什麼有趣的牌嗎 包子炸彈魔女射線 造成10點傷害一次 本場戰場中這張牌的傷害 次數增加1 傷害次數喔 什麼意思啊 等於說每用一次的話 次數會加1 第二次用的話會變2 應該是這樣子喔 魔女射線嗎 今天不要拿好了我覺得有點危險欸 這還不知道怎麼玩的情況下不要拿比較好 啊又來了 拿藍寶石好了 然後左邊好還是右邊好啊 左邊可以多打還是精英嗎 其實沒差欸 先回一下血好了 啊又是一個 呃啊 嗯 拿好了 我還真的不知道到底拿這個要幹嘛欸 兩隻史萊姆 重力1級可以先用吧 給你們虛弱一下 前面死了 後面神秘光束 雙蟲 OK 剛剛好 喔 新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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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濁傷啊 濁傷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要拿來幹嘛欸 你看又是濁傷牌 恢復4點生命 征服將氣牌堆中的一張隨機牌放入手牌 4點生命回復 倒是可以用看看啦 其他兩張其實也蠻微妙的喔 其實 看看這個好了 可以多抽牌喔 多抽牌其實越抽越好 怎麼叫越抽越好啊 抽得多至少能夠用的牌比較多喔 神秘光束先打前面的 征服的話是7點傷害 然後 不然 先升級一下牌好了 這張跟這張 生龍少升級的話會變兩神蓄力喔 其實還蠻多的欸 OK 呀但是敵人的攻擊 痛啊 痛啊 多成護甲 讚 然後神秘光束界打一下吧 8點喔 7 7 如果幸運的話 啊 怎麼辦怎麼辦 7點傷害 先打後面好了 趁前面這隻還不會打人的時候趕快先打一下喔 8點升級 哇嗚 哇嗚 升級一下牌 快死了 然後防御先防一下 這7點OKOKOK 好危險 史萊姆要怎麼殺啊 9點傷害嘛對不對 還有三層虛弱還不錯 9 9 走 閣檔先塞一下好了 不要打 5點OKOK 比較少了喔 勇唱 25 這個勇唱一下好了 把兩張牌留下來 然後防禦一下 不用防禦欸 多神護甲可以防住喔 那種極限花火吧 勇唱 先這樣子 來 攻擊牌 YES 大十字加 大十字還蠻好用的喔 這張實在是很微妙 不穩定炸彈是2到5 4次 大十字 然後是一般的怪 等一下 這樣子我沒辦法打贏基因喔 這樣太難了 對啊這樣子難度太高了喔 哇 啊我看不要冒險好了 平頭痛擊OK 打出去 12點 不行一定要防好 這個不防好馬上死了 12 12 差一點點 吃一個力量藥水好了 入度藥水 流星共鳴家 這個是0 不要 流 魔力對流 抽兩張牌並消耗兩張牌 如果蓄力大驢 這一個也是不知道確定要怎麼用喔 增加一張以升級的流星共鳴 升光 半拿升光衝擊好了 火靈效後的牌現在有什麼喔 就一張牌嗎 還有神秘光束 喔神秘光束是耶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要打哪個比較好 不行我覺得打得會死喔 走一般怪好了 呀兩隻怪也很難打耶 等一下喔想一下喔 神秘光束先丟一下 垃圾牌很好 然後用極限花火 然後大十字的消化會變0 所以先把 先把後面打一下好了 0花火 OKOKOK 順利 攻擊牌 YES 非定像是加 抽牌堆放入氣牌堆 抽牌堆放到氣牌堆每一張獲得一點格擋 起牌喔 不過我想要拿全體攻擊的耶 啊格擋啦我現在沒有格擋 是是是是 史萊姆戰啦 史萊姆戰 看 第二宇宙速度有點不想丟耶 可是可以多拿一些牌是比較好啊 這個倒是一直讓我還蠻煩惱的喔 極限花火 不然丟看看好了 反正沒用過 然後 就一般的攻擊牌吧 OKOK 趁前面兩回合趕快對他造成多一點傷害喔 啊果然有灼傷來了 現在我沒有能夠消耗灼傷的牌喔 如果以後拿到的話 我那張能力牌倒是還不錯喔 虛弱先給一下好了 沾層虛弱神命攻速 攻擊牌 發火OK 來吧來吧來吧 再造成14點傷害就可以了喔 14點傷害 增幅 30點傷害耶 30點啊 先用這個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沒錯嘛對對對OKOKOK 然後20 很好很好很好 保留牌OK先升級一下牌好了 我要升級的是這兩張喔 還是等一下 距離可以升級 勇唱升級一下好了 然後勇唱留下來 OK剩兩隻史萊姆 兩隻史萊姆要怎麼打比較好啊 18打不死 6 有點微妙 消耗一張牌 效果決定你消耗 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啊勒 先把前面這隻打死好了 應該打得死吧 3 5 8 诶 NO不行 打不死 差一點點喔 6 12 诶可以啊 花火是零消耗嗎對不對 18 OK剛剛好 讚 小龍隊 然後這個和 簡易花火先升級一下 然後保留到手牌中 攻擊牌OK YES 去吧 哇打得超順的耶 毒毒特釀喔 這個比較好了 新牌新牌 衛星幻覺 在你的回合的時候 當抽牌堆的 牌數增加10 抽牌堆的牌數增加10是什麼意思啊 洗牌的時候嗎 然後心血幻想 抽牌堆消耗不要 YES 這張超好用的一定要拿 然後有什麼啊 無法獲得金幣但是有能量 無法獲得藥水不要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會獲得這個 打開飛手嶺的寶箱都會獲得一個詛咒 拿這個好了 詛咒牌可以消耗掉喔 所以說還可以啦 以免強強 然後呢 這裡的那個冒火的精英怪在哪 這裡倒是沒有冒火的精英怪了耶 所以只有一樓會有嗎 這個倒是有可能喔 走這一條路好了 中間還有一個商人感覺還不錯喔 OK 從這裡開始 三鳥鳥 三鳥鳥要怎麼打 聚力花火 先格擋一下好了 要不格擋的話有點痛 如果這個時候有反傷的話就好打了 可惜沒有 這個升級牌的話會變什麼東西啊 我倒是想看看喔 30點 升級的話會變成固有 然後這個是40點 40點也打不死一隻耶 敵人實在是 血太高了 40點 打20嗎對不對 先打左邊這一隻好了 差一點點 可惡 好痛 先升級一下 然後15嗎 所有敵人的傷害 順便給你們一些虛弱 大十字 OKOK 好牌 多神護甲先丟 攻擊牌 又是新的耶 連斷起手 造成兩點傷害加入一張 生龍掃一張火花 一張魔女射線到手牌 這超強耶 都是零消耗啊 你看喔 零消耗零消耗三張 好強喔 不過 這個是有灼傷的耶 有灼傷的牌我都會稍微考慮一下 不過再打一下就死了 先殺這一隻好了 OK結束 還好有多神護甲喔 1乘5也是沒有傷害 一般的攻擊牌射越會變13點 順便移出你的好效果 移出效果可以直接讓他從空中到地板耶 這個倒是要想想看要怎麼用喔 龍允星 本場戰彈中每消耗過一張牌的話 此牌的傷害增加2喔 造成5點傷害 按照未被格擋的攻擊傷害增加明日有火花的手牌攻擊 什麼東西啊 聽都聽不懂 再拿一下使命光束好了 現在我比較喜歡這張牌 格擋天王 格擋天王不大喜歡啊 超麻煩的大十字先丟 攻擊牌 OKOKOK 不錯不錯 升級下牌好了 發火升級之後再攻擊 多一點點傷害喔 很好很好很好 20點傷害 等一下 我現在的蓄力有 7了 現在蓄力一層吧 然後再用聲光衝擊可以打40 打超重的耶 黑洞邊緣是每回合兩次當你發動增幅的時候 將氣牌對中的一張攻擊牌放入手牌 每回合兩次 還不錯耶 這樣也可以考慮拿喔 不然拿黑洞邊緣好了 沒用過 然後再要往哪邊走 往右邊走 OK OK 恶蘇一屋是3點力量 拿這個 再打一次怪好了 蛇花 蛇花 我現在的格擋牌不是很多耶 不是很多的情況下還蠻可怕的 大十字可以先用 然後呢 兩張牌都是攻擊牌嘛對不對 這張到底什麼時候他的傷害次數才會增加啊 現在是1嘛對不對 如果下一回合能夠拿到 再拿到的話 如果他的傷害次數變2的話就代表說 每用一次的話 次數會加1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一直洗牌然後一直拿到那張牌的話 就還蠻有趣的喔 啊果然果然果然有 造成10點傷害兩次 重擊牌 很好很好 敵人五成虛弱 其實這個遊戲啊 應該說這個MODE裡面還有一張牌是有99層的虛弱嗎 這張牌也蠻有趣的 保留牌宇宙速度 15點有點痛 有點痛 但是我也沒辦法對你造成傷害 呀麻煩喔 這個怎麼辦啊 先升級一下牌好了 反正 也沒得丟 喔 先這樣子好了 呀15點有點痛 呃啊 剩25了 YES 變速藥水都不用吧 異傷敏捷 把異傷丟掉好了 不穩定炸彈 永唱 換這一個 拿不穩定好了 哦 詛咒牌 詛咒牌 無法打錯的詛咒牌 還可以啦 從牌出移出 先把他移出 垃圾牌 有個那個 異蛇 異蛇能不能再出回合就打痛一點勒 呃啊 攻擊 然後大十字 嗯 異蛇超麻煩的 追擊讓我的能力亂掉 超煩 呃 你看 三這個超不划算的啊 呃 先防禦一下好了 垃圾牌就不要理他了 點一花火是零零零 OK 零零 然後升級牌哦 嗯升級牌沒什麼用勒 那種神秘光速好了 重 Menge 你看 這個時候就用不掉 如果用不掉的話 我想留住牌就可以用詠唱 雖然說本來就已經升級過了 但是可以把牌留下來 哦 等一下 最後沒有打死的話我就輸了 序落 先把零消耗的先丟一下 勇唱也不用丟了 二十點傷害 發動征服的時候喔 發動征服的時候 像這樣子嗎 果然耶 零的零的零的 這個 YES 差一點就死了 強域魔女沒用過 但是也不想用 魔力對流想用 但是又很難用 這個蓄力層數大於或等於8的時候也太難了吧 真的很微妙耶 拿強域魔女好了 額外獲得是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走右邊 等一下 不行 外戲 對啊 我會死耶 左左邊好了 我很好 回血 回血 垃圾 呵呵呵 垃圾 好一點的 80手禮劍 還可以 攻擊牌蠻多的喔 拜託拜託 不要死不要死喔 戰鬥 NO 不行 我不要戰鬥 戰鬥會死啦 盒檔牌也沒有 超慘 先抽一下牌 不穩定炸彈邊緣這個不行 都沒用都沒用都沒用 丟下牌 隨機的先丟掉 這個也丟掉 一般的牌都丟掉 這一棟邊緣先 也丟掉 也丟掉 啊 不行 完全沒有防禦牌耶 這個比我想像中還要慘 326 前面打的死嗎 前面也打不死對不對 差一點點而已 格檔15 吃這個也好像不夠耶 喔 喔 好像勉強夠 好像勉強夠 太好了 再收集一下 然後把這個留下來 然後魔法新蛋先留下好了 先想辦法把前面那隻打死 來囉來囉 剩7點喔 絕對不能被打到 收集屁先不要用 攻擊牌可以先用吧 救急花火沒有用 不過 對他造成傷害超多的耶 可以先打死一隻 先打死前面的 重點是後面這一隻喔 蓄力再加個兩層 不要 用一般的牌好了 結束 來 好的攻擊牌 攻擊牌 攻擊牌 神秘光速 42 YES 再來一個攻擊牌就OK了 來囉 拜託拜託 好的 YES 好難打 幻象之星 增加兩張隨機的牌到手牌 將這張手牌放到 抽牌的頂堆 但這是消耗喔 12點傷害 若受到蓄力的影響的話 獲得星星再抽兩張牌 所以這張搭配蓄力的話還蠻有趣的喔 不然拿這個好了 等一下7點 拜託 好一點好一點的牌 有沒有恢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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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最大生命而已 小花油想拿 這個是什麼 獲得一個能力和一層蓄力 在本場戰場中 這張牌的蓄力獲得量增加1 一樣是用越久越強喔 那這個買一下好了 然後我有沒有詛咒牌啊 有一張 所以先把它消耗掉 最後呢 467 小花先買 沒有恢復的 沒有恢復累的 力量敏捷先買 掉水能買就買不然就死了 神秘光樹OK 這張呢 要 本回合打出最後打出的攻擊牌 好吧 拿好了 考慮了蠻久的 呀果然是怪 拜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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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力 受到蓄力的影響的話 我會再抽兩張牌 但他現在用不到 防禦一下吧 好緊張 超難打的 龍允星是消耗牌 然後增加攻擊力 現在有32 OK 結束 他的效果跟那個 錘子一樣 非定向淫暈 拿這個好了 因為有格擋喔 恩 還是拿 眼星啊 眼星我現在有30張牌喔 所以格擋還蠻多的 不然眼星好了 啊終於可以休息了 喔 好累 太累了 OKOK 簡單的 簡單的怪 長御魔女 可以增加一個藥劑品的話 先用人工製品掉好了 然後先集中打後面這一隻 這樣防得住嗎 126 OKOK 還沒死還沒死 然後神秘光束 等一下 用一般的 是蓄力抽兩張牌 蓄力再兩個就可以了喔 神秘光束再丟一次 24點傷害 蓄力成了3倍 23 先丟生光之後的蓄力好了 能力可以再增加 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 要格擋一下了吧 我想用看眼星耶 19點格擋 喔真的耶 全部洗到我的氣牌堆裡面了 然後最後一張攻擊牌這個 結束 好這回合一定要把你打死 超級短波子獲得一層這個東西 這個先 可以先用吧 獲得蓄力的影響 再兩層就好了 再兩層 12 OKOK 12 YES 地球光 星光 颱風 彗星 啊這個就是有灼傷的牌的話攻擊力就會上升的 地球光的圖好帥喔 恢復6點生命拿著好了 生命不足快死了 第一次來到第二關的王喔 來吧 雖然說我知道你不好打但是還是得打 升級牌升級可以先用 把這兩張升級一下 現在有四個能量喔所以說我在想說要不要來抽一下牌 抽牌好了 攻擊牌攻擊牌 地球光可以回血 回血的話先 等一下喔氣牌都有什麼牌 神秘光速拿回來 很好很好 這樣攻擊次數可以增加喔 流星與消耗牌不大想用 一般的攻擊牌就好了 每回合發動兩次的能力牌 然後蓄力再加兩層好了 等一下 蓄力 OK 很好很好 現在先不要攻擊喔不然我的蓄力又結束了 好 這裡才是重點 先對所有的敵人造成傷害吧 有沒有所有敵人的 這是隨機喔 升光是打42 可以先把前面一隻秒掉 神秘光速拿回來 然後再來是第二隻 3到6 4 也打不死前面的 大十字先丟 然後增加一下蓄力 OKOK 射月是13 這一隻要怎麼打會比較好啊 再把神秘光速拿回來好了 超喜歡神秘光速的 很好用啊 重點是真的是很好用 零消耗 雖然說是有點隨機性啦 不過也沒差啊 零消耗就是好牌 21 剛才增加 升級喔 先升級一下好了 漢花和防禦 然後 照順序丟嗎 防禦先丟 攻 攻擊牌 攻擊牌 還要再拿一張回來的話 神秘光速 OKOKOK 震52了 我看你連第2次招小怪的機會都沒有了喔 11 11 16 三成虛弱 打超快的啦 新的牌 將蓄力乘速變成能量 增加一張利劫是無法打出的狀態牌 本回合內的攻擊傷害翻倍 好強喔 當你獲得格擋的時候增加一張花火到手牌 獲得格擋的時候 增加一張花火 拿火力全開好了 第二個 耶 有尾巴耶 拿尾巴好了 保命尾巴 不知不覺就要來第三層了